阿神是一家便利店的员工 30年前 当年英俊帅气的他带着鱼和好友们来到了山上的一处小木屋度假 无意在地下室发现了一本可以召唤亡灵的书籍 亡灵书以人皮装定 以鲜血为末 当年几个无知青年们随意阅读了几个内容 没有想到竟唤醒了丛林深处最可怕的厉鬼 恶灵们挨个附身在了阿神的好友以及女友的身上 阿神为了保命 不得不用电锯切断了被厉鬼附体的右手 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亡灵书从小木屋逃了出来 如今的阿神已经50多岁 他为了躲避厉鬼 隐姓埋名整整30多年 本以为可以就此心安无事 安心养老 没有想到却在这时候出了意外 骚气的阿神魅力不减当年 他在一个夜晚带着蓝精灵来到了酒吧撩妹 阿神帅气的假手将妹子迷得神魂颠倒 于是两个人来到女侧大战了300回合 就在兴奋之际 妹子居然瞬间变成了一张鬼脸转向了他 吓得他当时就尾了 可转眼间 妹子又恢复了正常的面容 阿神很害怕 他战战兢兢地回到了自己的房车 并从箱子里拿出了30年前 从小木屋里带回的亡灵书 没有想到里面居然还夹着一小包大麻 诶 大麻怎么会跑到书里面去的 阿神陷入了回忆 原来他在几天前 结识了一位手臂上闻着师哥的妹子 二人在房车上吸食了大麻 吸到云里屋里神志不清的阿神 竟一个兴奋从箱子里拿出了死灵书 和妹子阅读起了书上的咒语 恢复清醒的阿神无发可说 瑟瑟发抖 因为他重新唤醒了 沉寂了整整30年的历鬼 历鬼们将会清洗整个小镇 让阿神为当年的行为付出代价 画面一转 女警黑姐和同事来到了荒野外的一处老房子 半个小时前 有邻居报警称宅子里传来了惨叫声 刚进门 女警就看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 女孩气孔流血 死相非常恐怖 大厅里点着蜡烛 一把无人的椅子 居然自己在摇动 忽远处的床单下 传出了女人的哭泣声 黑姐大着胆子掀开了床单 床单下是一个哭得梨花呆的女人 她正是几天前和阿神科嗨后 阅读《亡灵书》的女子 女子突然将脑袋向后旋转了180度 随后手无阻挡 一拳干飞了黑姐的同事 瞎懵的黑姐 居然一时间忘记了开枪 反倒被厉鬼用剪刀刺穿了手掌 厉鬼刀枪补入 吓着黑姐冲来 危急时刻 身后的同事扛起线弹枪 轰爆了她的半边脑袋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厉鬼爬起身来 反手就将同事钉在了墙上一命呜呼 惊慌的黑姐只能对着厉鬼 剩余的半枚脑弹补了一枪 刚处理完厉鬼 黑姐就瞧见 刚才还钉在墙上的同事居然不见了 原来同事已经被厉鬼附身 她仗着血盆大口扑向了黑姐 厉鬼知道黑姐这一枪爆头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她伪装成了同事的模样 向着黑姐求饶 黑姐也不是个傻子 啪啪几枪就送她归了西 这部剧的设定就是 切掉脑袋就能够杀死厉鬼 画面转到罪魁霍神阿时 她手握这张名片 名片的主人叫做霍金斯 据说她能够翻译《亡灵之书》 阿神想找到名片上的霍金斯 商讨补救的方式 这意味着她将要离开小镇 临走前 阿时请求邻居老太太帮忙照看自己的房车 可以转眼 老太太就变成了厉鬼的模样 老太太转眼就恢复了正常的容貌 出院们就必须要花钱 于是阿时来到便利店讨要自己的工资 老板已经对整日翘半的阿时忍无可忍 这次说什么她都不会答应 实际上阿时工作起来也算得上是兢兢业业 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到找老板工钱 小巴是阿时的同事 善良和矮的她每次都会帮阿时擦屁股 小巴爱恋新来的同事凯莉 凯莉长相漂亮 身材火辣 她的母亲在六个月前的一场车祸中失踪 至今都是身不见人死不见尸 骚气的阿时想撩一撩凯莉 凯莉也给出了礼貌回应 没有想到还是一颗小辣椒 阿时瞬间觉得好兴奋好喜欢啊 她来到仓库卸货 仓库的灯光却在这时候突然熄灭 黑暗中传来了诡异而又尖锐的笑声 阿时注意到了身后白方的娃娃 作为与厉鬼打过数次交道的人 娃娃的伪装自然瞒不过她 说出来你都不信 真的是这个娃娃先动的手 娃娃先使一记勾拳 随后死死咬住了阿时的鼻子 插鼻孔锁后全部来了一遍 阿时也不甘示弱 娃娃又神机飞脚踹掉了阿时的牙齿 吃痛的阿时将她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眼看着小娃娃就要捅死阿时 危急时刻 同时小巴反手就是一记洛阳铲 送她归了西 整个小镇已经被黑暗力量侵袭 屋外狂风大作 屋内的小巴吓坏了 她不知道自己刚刚拍死的是个什么东西 阿时告诉小巴 她刚才看到的是个厉鬼 三十年前 她和朋友们捡到了亡灵书 无意唤醒了丛林身处的厉鬼 阿时拿起电锯与厉鬼们搏斗 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为此她也付出了一只手的代价 如今她因为磕害了大妈 重新念出了书中的咒语 厉鬼们再次卷土重来 阿时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只想着收拾东西跑路 小巴说自己的叔叔是个萨满 叔叔告诉她 这个世上还存在着救世主 救世主会左手拿枪 右手拿电锯 踏着七才响云来救他们 她相信阿时就是传说中的救世主 新闻上报道 阿时昨晚光顾的酒吧 突然塌陷成了一个水坑 所有的怪事都围绕着阿时 其实她一走了之就能够躲得了的 可现如今阿时已经老了 她再也当不了英雄 还不如躲起来当个狗熊 聊此一生实在 画面转到黑姐 自从上次鬼物打死同事之后 上次只能将她停职 并打算起诉她谋杀同事 黑姐似乎有着与阿时一样的通灵体制 她一抬头就瞧见了对面的女孩变成了厉鬼 可转眼女孩就恢复了正常 因为叫做露西的时刻告诉她 请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所谓的眼花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同事们把她当成了疯子 但是黑姐深信 她所经历的 所看到的 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而她要做的 就是找出制造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阿时走后 同事凯莉接到了父亲的视频通话 父亲很激动地告诉女儿 她失踪了六个月的母亲回来了 视频通话到此中断 凯莉很高兴 没有什么比亲人死而复生更幸福的事情 凯莉迎着门外的狂风和小巴 开着心爱的小摩托离开了便利店 留在原地的老板 却遭到了黑暗力量的袭击 变成了厉鬼 小巴并没有送凯莉回家 而是带着她来到了阿时的家里 阿时正在设施东西 准备连人带车跑路 可厉鬼们并未放过她 黑暗力量一路追到了阿时的房车 在车外疯狂地敲打 一只手从窗外狠狠掐住了凯莉的脖子 望着求救的二人 阿时终于选择了反击 她拿起墙上的斧子就抡了过去 斧子切断了厉鬼的手臂 阿时知道黑暗力量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她脱掉了外套 又一把抓住了凯莉的那根皮带 将猎枪绑在了身后 变成厉鬼的邻居冲了进来 C叔对着她就是一顿狂扁 然后一枪轰掉了她的脑袋 阿时简直就是慢爆了 她再也不是便利店的那个猥琐男 而是一个伸手了得的超级英雄 处理完厉鬼 凯莉想赶回家 看看已经死了半年 突然扎实的亲妈 可阿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要带着出去找人翻译 看看有没有能够撤回咒语的方式 她拿出了当年斩杀厉鬼的小电锯 没有想到邻居太太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这里 被厉鬼附身的老太太战斗力爆表 一上来就撂倒了两个男人 厉鬼们仍然记得30年前 被电锯支配的恐惧 老太太先是拍命了阿时 随后拿刀扎伤了小巴 最后又撂倒了凯莉 她一把掐出了凯莉 腰龙细长的指甲穿过她的脑袋 伸手重伤的小巴唤醒了阿时 扔出了她的电锯 实书也顺时摘掉了自己的假手 接住了电锯 天哪 那个右手装着电锯的猛男又回来了 阿时手持电锯 一下就砍断了邻居太太的脑袋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阿时斗利鬼是著名血点恐怖电影《鬼玩人》的续集 故事的时间线设定在电影的第三部之后 当年阿时斩杀利鬼大军之后逃到了小镇 隐居在这里成了一个小小的便利点员工 这一夺就是30年 他的斗志也在这30年内被消磨殆尽 体重也胖了30斤 成了一个整着撩美酗酒嗑药的颓废大叔 美剧的导演依然是山姆雷米 延续了电影中黑色幽默血腥椰漏的风格 片中手持电锯的形象 剧掉脑袋的场景 以及片尾的经典台词 都是致敬了《鬼玩人》电影中的场景 由于版权问题 可乐无法为你们解说电影 好在美剧的剧情相对独立 并不影响观看 简单来说 这部剧类似于中国的西游记 阿时已经老了 他将带着两个帮手小巴和凯利 一路乘风破浪 他每集都会斩杀一个厉鬼 直到找到破译亡灵书 将厉鬼们送回地狱的方式 男主布鲁斯凯贝尔在当年也算是红极一时的小鲜肉 《鬼玩人》系列结束之后沉寂了很多年 1998年 他在X答案第六季中 客串了一位一阵一邪的恶魔男子 从此便偶尔在一些影视剧中客串打打酱油 总的来说 阿时斗利鬼虽然重口 但甚至在剧情间短吸睛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别忘了留言告诉我 可乐将会抓紧时间继续更新下去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